2月27日晚,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官网宣布,将于瑞士洛桑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10时, 在CAS官网公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讼孙杨和国际永莲一案的仲裁结果。 去年11月15日,听证会上,孙杨及其律师团队据理力争,拿出了大量证据,试图还原事件真相, 并指出当天检察人员的多项涉嫌违规作法。 2月26日,美联社消息,根据瑞士最高法院的一份文件,国际永莲致力于保护孙杨, 使其免遭处罚。